大家好,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安裝Nexus 5 安裝Nexus L 系統 首先,我們要在網上下載這兩個sign file 另一個是N5L-PREV-LPV79,另一個是SuperSUV2.00AndroidL.zip 我們現在將手機連接到電腦 連接到電腦後,我們將這兩個sign file放入手機內部儲存空間 我們將手機打開Play Store,即是Play商店 來到Play Store的主頁,我們將搜尋 找到Multi-ROM 好,現在我們在第一位便會看到這個Multi-ROM Manager 好,現在我們將手機打開,然後安裝它 好,安裝完成之後,我們只需要開啟這個APP 現在,SuperSU就會問你是否授權 我們按這個授予 好,現在我們進入了這個APP 你會看到有一行紅色的字寫著 Multi-ROM is not installed 不用怕的 我現在就會教你們安裝這個Multi-ROM 我們在下面看到一個INSTALL slash UPDATE 我們在第一欄便會看到一個Multi-ROM B26 那第二個就是一個RECOVERY 2014 0605 我們兩個都要剩下的 好,現在這樣 剩下之後,我們按一下INSTALL 好,當它下載完成之後 它就會出現一個提示 那就是需要去RECOVERY 2014 即是重新開機 把手機重新開機 我們選擇右手邊的這個RECOVERY 2014 好,現在這個不需要去理會 最具的 很清楚 好,那麼開機之後 我們便要先外置 在外置 把它開啟 好,那麼關立設備 好,這樣關掉 好,那電視機之後 我們便按著手機的音量減 以及電源鍵 好,那麼關掉 直到出現這個畫面位置才好放手 來到這個Bootloader模式之後 按兩下音量減 選擇Recovery Mode 然後再按一下電源鍵去確認 選擇了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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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放置了一個N5LPREVLPV79 不是選擇SuperSUV2.00 是N5LPREVLPV79.zip 按進去,然後拉過去進行安裝 安裝是需要少許時間的 內心等下 安裝完成後 先進去Recovery主頁 按進去Advanced 按進去Multi-ROM 今次進入Multi-ROM後 按右上角的List-ROM 在這裡會看到一個N5LPREVLPV79 按進去 選擇中間的Flashship 然後選擇SuperSUV2.00AndroidL.zip 按進去後,向右拉進行安裝 按進去 安裝完成後 按進去Reboot System 按進去Reboot System 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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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開啟動機 按進去 需要很長的時間 請內心等下 好,現在開啟動機 現在開啟動機 先選擇 需要的語言 再選擇 其他設定 我們可以在短片裡略過 現在這個就是Android L 我們可以進入設定中 然後到最底的關於手機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Android版本就是Android L 今天的教學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